来老铁们今天我出个高能视频 如果在苹果手机 也就是iPhone手机和微信之间选择 你要哪一个 你要是用苹果手机 你就不可以上微信 你要是用微信 你就不能用苹果手机 选哪一个 说吧 选哪一个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网络上很热的一个话题 多少年都持续不倒 那有人就会说 来看看有人会说啥 这是个贱人 如果微信和苹果闹败 两者之间只能选一个 谁会赢 很简单 用户替换谁的成本高 谁就赢 替换微信的成本 只要微信敢宣布退出iOS 24小时内 不 一个小时之内 至少100家替代品出现 而且使用体验一定会比微信好 替换iPhone的成本 不容易觉得换安卓就行了 记住 目前iPhone是没有替代品的 逼吃完了滚毒了 现在我告诉你 我永远都不会用苹果手机 没有意义 别人说的系统好 我感觉到系统拉胯 还有人说什么安卓 错了 新代国产手机很多用鸿蒙 特别是华为 听懂吗 华米OV都很好 你要是细品的对比 就会发现 不比苹果差 很多方面还比它强 你为什么要渐渐用苹果呢 各身要充值 还要扣 有点有直播 大哥说 要给你刷理 我扣30% 用苹果手机 我说那你别给我刷 你充100个钱 咖喳 扣30% 你就是见不见的 对不对 不只是抖音充值 抖避 扣 啥才都扣 多八道 你不用苹果手机 你能死 你不能死 你换成国产 你会发现 比苹果还好 听清楚吗 但是你不用微信 不行 你跟加方一方谈判 你说 那啥 我不用微信 咱们换个元件谈 那他妈我换一个客户谈 我不跟你合作了 你信不信 领导群乱七八糟 所有的 他全是微信 你敢不用微信 假如 我要是微信 我夸一声零下 苹果给我毒的 敢他妈上 我这他扣30%扣这个扣哪里 坐地疯傻了 听懂没 微信 对于社交的软件来说 微信暂时没有可替代 对于这个什么什么短视频 什么那个插东西 什么这个那里 就是啊 就是头条戏无可替代 知道吧 抖音啊 头条啊什么的 哎 那个西瓜视频啥的 这这都是各个基因是不一样的 你要说网购 还有某些某些都都都都都 但是现在啊 现在那个抖音网购也起来了啊 西瓜和那个啊 那个头条也有网购了 也都挺好 我感觉挺方便的 我就认为现在头条是意思最好 最伟大了 我这么说了啊 头条军这条能够推流 知道吗 还是那句话啊 苹果手机说不用就不用 啪叉啪叉就给他甩了 啪叉就给他甩地 你说我不甩 不甩你卖楼是不是 别赔钱 我就形容识了 懂不懂 然后至于微信 你不能不用 咱们国家自己软件 得支持 最起码他良心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些说 在这个微信和苹果之间 做选择的 选择你马乐 隔壁呀 我的粉丝啊 将近20万啊 你以前买的苹果就不算了 如果你以后还想买苹果 还认为苹果好 你敢说我用苹果 我不用微信 滚毒的 取惯我 我他妈不缺这种粉丝 你没有资格做粉丝 听懂吗 苹果就垃圾 咱们的 好 喂 好吗 好 好 有话 他妈不缺了 我来到这里 我来临 那些红色 我来求你 我来不养